网上的帖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网上的消息你也相信 到底有没有做过那回事 哪回事啊 要是你是说我害你儿子跳楼那件事 我告诉你 我没有 到底有没有 我说没有就没有 你儿子是死是活 人在哪里我怎么知道 有本事你自己去找啊 赵幻英 这件事非常的严重 你不能骗我 我骗你 你从来就不相信我 你从来就没爱过我 是不是 我赵幻英深圳不怕影子邪 我罢不得你儿子早就死了 好 我找就我找 如果我儿子真的有事 你快等他 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现在说实话了是不是 白费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好 汤总 刚才又有疯子打匿名电话过来 这一下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个 好像是恐吓 说了好多难听的话 还说要把咱们房子烧了 我电话先拔掉 汤总 你说什么 我电话先拔掉 好的 那你妈怎么说的呀 我妈说那些事她没做过 全是记者在乱写 或许你妈说得对 那未必是疯的原因 这就是空穴来疯 也许是有人背后想故意臭你妈 你想啊 这酒店的事情刚结束 怎么就会有这种云肉贴呢 我妈怀疑是宋友琪搞的鬼 宋友琪 我跟她秘书认识 回头我帮你问问 怎么了 你跟她很熟吗 今天下午你们是不是在一起啊 看你说的 我跟她就是偶遇 偶遇 偶遇一下午吗 我看是艳遇吧 我们家可真够倒霉的 怎么什么事情 都和宋友琪场上关系了 宋友琪不是什么好人 她的秘书肯定更不是 拜托你嘴巴几点得好不好 人就没得罪你 怎么 我说她你还心疼啊 我心疼什么呀 我只是想帮你 这是好戏没好报 帮我 我是你老婆 咱们是一家人 你分得这么清楚 我看出来了 这件事情上 你和你爸一个德行 明哲保身至身事外 都是私立小人 你说够了没有 你骂我也就算了 你说我爸干吗 这是好戏没好报 行了 我惹不起你我总躲得起吧 你 什么你 你 喂 家思 妈 你说的那张不灵 我已经放下身段伺候她们一家了 可是潘景浩还是在外面年画惹草 今天下午她又和别的女人待在一起 你该不会又是醋坛子打翻了吧 哎呀 景浩不是那种人 你就消停活儿 妈现在这边也乱得很 你就别再惹麻烦了 那个女人不是别人 她是宋茜的助理 什么 不会吧 对啊 妈 你也见过的 就是上次来咱们家 坐沙发对面那个女人 那个女孩看起来是有点讨人厌 不过我觉得还蛮正牌的 正牌什么呀 妈 我觉得这个女人八成是盯上景浩哥了 你上次说什么来着 说小三的特征就是邦大款改变命运 妈 你知道吗 她的妈妈呀 是个瞎眼老太婆 上次在街上 让她妈妈来撞死敲诈我 不过没有得逞 该不会是 她变着发来报复我 想把情浩哥给抢走吧 你别瞎说了 别多想了 好了 我还得忙 先不跟你说了 对了 那个狐狸精叫什么呀 萧綦 你问她的名字干吗 你按什么心 千万别乱来啊 不会的 不会的 行了 你早点睡吧 时间也不早了 等一等 你说她妈妈是 是个瞎子 你怎么知道那是她妈 我亲眼看见她 不过她妈妈倒是长得 一副菩萨像 好 那就这样了 萧綦 我逢了 大妹子 您是新搬来的吧 看您这行动根本不方便 以后出门啊 给我们社区打个电话 我们派人来接您 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个社区的配套设施啊 还是不错的 挺容易适应的 是啊 大妹子 我告诉你啊 现在全市的社区啊 实施了变民工程 都达到了这个水准了 你看我这十年都没回来了 这江城变化呀挺大的 大妹子 甭说您十年没回来了 就我们本地的居民啊 都有点适应不了 这么快的变化 而且啊 你看啊 这光鲜安装今天到家 明天啊 这个网络就通了 大妹子 您家这个装了电脑了吗 装了 这电脑啊 真好玩 比那电脑啊 好玩多了 您就说那网络上面的 那些信息吧 大千世界啊 无奇不有啊 您就说那个 最近什么 那个本市那个首富 叫赵焕英吧 他给人家当小三啊 还逼得人家家破人亡 现在那传得是沸沸扬扬 您看我 光顾着自己说话了 您看 您哪 就不用电脑喽 大姐 那 召唤英的新闻 再和我说说吧 您对这事也感兴趣 好好好 来 咱们边走边说 来 这事是这样 您说啊 他放那么有钱了 您说他呢 加司 我帮你吃吧 我不管你 呼 今天加司下厨了 天津大小姐下厨可以上头条了 爸 尝尝我做的早餐 全都是我跟天津上学的 营养又美味 难得下次一片心意啊 你看这早餐做得多丰盛啊 一顿早餐做这么多干嘛 这谁吃得了啊 爸 根据养生的膳食结构 早餐啊 是天食 中餐是人食 晚上是鬼食 这早餐就是应该吃得好一点 话虽如此 可是你别忘了 咱们中国人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晚餐 去年消费餐饮统计总额为1.5万亿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晚餐消费 你知道吗 可是爸 那些山珍海味 有多少是吃掉的 全都是场面和摆设 多浪费啊 你也知道浪费这个词啊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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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吃饭 吃饭 不够吃饭 吃吃吃 尝尝 家司的手艺 喂 家姨 兔月啊 现在劝不了萧綦 那是因为她负仇心太重了 可是你答应过阿姨啊 你是会帮着劝她 可是你看看你 你现在不但没劝她 你还帮着她一起瞒着阿姨 我现在劝不了萧綦了 但是我实在不忍心地看着萧家的悲剧 再上演一次 兔月啊 阿姨决定离开江城 小阿姨 你先别着急 我也是刚从网上知道的 现在是不是萧綦干得还不一定呢 您先别放下结论好吗 这样 您等我 等我去你家找你好吗 您先别早一定等我 好吧 老潘子 你有没有注意到 阿姨媳的派出变了 懂事了 阿姨 我不是 due 是被我搞到的 你不断的 那是从大远 他是不是肯定了 就得在搞 你不懂事了 你本事的 也不懂事了 我怎么能在那里 感谢观看 能不能动不动的就缠着你妈妈 对了 你们小两口学着过日子 就从买内裤开始 一个一个都什么情况 幸福生活从买内裤开始 内裤就那么重要 无聊 好 好吃 贼斯 你干吗呢 在这儿回回睡睡的 我帮你收拾上班的东西啊 帮我收拾东西 这太阳打戏伙出来吧 这书上说得好啊 女人突然现殷勤 十有八九十有了外星了 说吧 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 潘景浩 你是花围里长大的植物人吧 怎么一点人心眼都不长呢 我汤家司上得天堂下得厨房 能编程序能查异常 打得过小三逗得过流氓 什么叫变好 怎么样一变好就反常呢 我告诉你啊 我以后天天这样了 给你端插倒水洗衣做饭 就你那两下子啊 还端插倒水洗衣做饭 你做那饭 那吃饭我看哪 是谋杀亲夫 你什么意思啊 我做的饭不好吃吗 好吃好吃 特别好吃 玩命的好吃 都行了吧 好了 我会逗你了啊 对了 你今天有时间 帮我买两条内裤吧 你可以啊 不过你要答应我 今天早点下班回来陪我 我就去给你买 怎么这样啊 买两条内裤还给我讨价还价的 什么样讨价还价 你回来陪我是你的责任 要不然你干吗跟我结婚 这么点要求过分吗 算了 我自己买吧 我自己买就行了吗 我不求你了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没意思 我上班去吧 自己玩 你 唯 您好 我以为我们最喜欢的准备 我们最喜欢的准备 我们最喜欢的准备 我找你有事 出来吧 边喝咖啡边聊 我在上班没有空 有什么事就直接电话里说吧 没空 你昨天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 不也没上班吗 我现在在你们公司楼下 出来吧 喝咖啡我请你 汤小姐 不好意思 我是给人打工的 不像你那么好命 可以不用工作的 我现在很忙 就这样吧 怎么了 没事 谁给你打电话 汤家斯 找你什么麻烦 没有 要不要让宋董知道一下 不用了 本来就不关你们的事 该来的 证据会来的 他在哪儿 找你什么事 他在公司楼下 想要找我聊一聊 聊就聊 谁怕谁啊 走 我帮你出头去 不用了 我自己能解决 好 那你小心点啊 看来一场好戏要上演了 汤家丝 开始缠斗汤家丽 同夫一母的好姐妹 也要开始一场空情举寇的情战 是吗 那我非常期待呀 我也同样 哥 他好像发现我们了 发现就发现呗 大不了我去休息 那可不行 潘景昊 翻身乏术 汤家斯寂寞难耐 密会钻石王老五宋又齐 这种劲爆的新闻怎么能错过呢 我真不想用脚趾豆鄙试 可以每次非逼我这么做 你怎么就能断言 汤家丝密会宋又齐呢 有你这么信口看和知道新闻的吗 管他呀 老大不是说了吗 好新闻不如造新闻 八卦就得怎么狗血怎么来嘛 你再说 去死吧你 我跟你说 中国的新闻业如果都这样的话 早都散伙了 你没看最新条例吗 造谣传播五百条以上 要追究刑事责任 你想试试牛刀 凤红涅槃啊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 汤家还是个皮涕熟的 没想到转眼后话成的 哥们儿我最近好像走头发运了 怎么敬与美女结缘 汤家再续前缘 萧綦 邂逅其语 不过也奇怪啊 汤圆 萧綦 梅雨间还正在神寺呢 哥 做春梦的吧 后悔了吧 要是你当初把汤家寺给拿下了 现在早就晋升好门了 去 用不着那么辛苦 你老说这萧綦萧綦的 什么时候让我见见 想见啊 小鬼 会见到萧綦的 不过说实在的啊 我上个小学的时候 还真暗恋过汤家 可单恋无限好 一般挂得早 梦还没开始 天都亮了 哥 你知道网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怎么说 暗恋是成功的雅剧 一旦加上台词 就成了催泪的悲剧 太有道理了 说的就是你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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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愿意出来最好 不过现在有记者跟着我 您自己打车去瓦库新餐厅吧 我给你报销 哥 有心有心 这可是 要去酒店开房的节奏啊 别胡说 快跟上去 我告诉你啊 赶紧拍两张照片交筛 不过我警告你啊 别再像上次那样 搞得惊涛害浪了 好嘞 小阿姨 小阿姨 我是小玉啊 开门啊 小阿姨 你找谁啊 这家的小阿姨去哪儿了 哦 她刚才拉着行李去车站了 她回渔村了 回渔村了 对对对 我刚才还说送她呢 可她不乐意 怪可怜的 她女儿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是把老人一个人丢在家里面 眼睛又不好 你是她朋友啊 哪一天 劝劝她 谢谢你啊 哦 再见 怎么会是萧綦 她就是萧綦啊 哦 哦 唐嘉寺约了人 不会是她吧 哎 兄弟 上次哥让个头功给你 这次应该是要回报了吧 啊 怎么了 想吃毒食啊 还是一剑双雕啊 呃 你要是还让我这个师父 就快点离开这儿 啊 给 走就走 记住老大的话啊 这次砸了 他可真砸你饭碗了 走了 走 我给你帮你帮我 去吧 我上去 吃了 我上去 吃了 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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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下来 我上去 我上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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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是不是当年死在那空地上 唐老板 您这说的什么呀 我真听不懂啊 您说的这个事 当年真没发生过 你还敢蒙我 你信不信我把你在这儿埋了 您要是说的 您要是说的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把当年咱们建筑队的兄弟们都找来 他们都可以作证的 还有一件事 后来你知不知道 夏宾去哪儿了 你真知道 seventeoris 一切钱 voy前撒你今晚不让我看うん 他别呢 ツ food 干吗 想挖新闻吗 说实话 我开始是想挖摊人新闻的 可我没想到你也在啊 你跟他们家还挺有缘的啊 小姐 你怎么了 我没事 你刚刚不是已经听到了吗 我现在是一个做了人家小三的女人 你还追我干什么 别瞎说 你根本不可能是那种人 他们是在瞎胡闹 你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你怎么了 你生气了 刚才汤圆泼你水的时候你都那么淡定 你不会是现在发作了吗 小琪 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你干吗 我虽然穷 但是我自食其力 我有上进心 我前途一片光明啊 你现在是让一个做小三的女人 做你的女朋友 你是不是脑残啊 我知道 一定有你的苦衷 其实 就算你真做小三我也不在乎 我一定可以保护你的 你看我这一身肌肉 真的 你笑什么呀 我笑你真是天真无杰啊 你以为你谁啊 在看电影还是在试戏啊 鸡肉能当鸡肉吃吗 你是想我穷吗 喂 图月啊 小琪 出事了 你在哪儿呢 出什么事了 你慢慢说别着急 刚才我去你 去你们家 邻居说 你妈拿着行李回玉村了 回玉村 为什么 我现在就在客运站呢 我在后车大厅等你 赶快过来啊 好 小琪 我一定会让你的名字 出现在我的户口本上的 喂 你好 这里是红人网 红人网 蓝牧导演要你来面试 小阿姨 哎 谢谢你啊 大姐 小阿姨 我不是让你等我的吗 你说你一个人出来多危险 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跟小琪交代啊 小琪她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了 她心里还有我们这些人了 她现在谁都不在乎 小阿姨 你先别太激动 是不是小琪干的 你得当面问问她呀 或许你冤枉她了呢 我冤枉她 我女儿我心里最清楚了 她是带着仇恨长大的 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 随了她的怨了 小琪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再说 叫婚姻 冬玉 我以为你比她懂事呢 你现在是帮着小琪说话吗 你现在跟她一条心了是吧 我走还不行吗 小阿姨 我看着佳盛离世 我又看着我丈夫被别的女人抢走 我实在不能看着小琪在跟她亲人父亲骨肉相残了 你别拦着我 小阿姨 我求求你了 快点 这儿呢 这儿呢 妈 妈 妈 你这是要干吗呀 无缘无缘的要走啊 你要万一有个三长两队 你要我怎么办呢 你失讯于妈 妈不怪你 可你不该用网络杀人 你知道吗 小琪 小琪啊 你杀吧 我阻挡不了你 妈不想看你当毒夫 妈走 你接着闹 妈 你接着闹 你说的赵欢音的事不是我干的 你自己养出来女儿什么样 你自己不知道吗 对呀 小阿姨 小琪从小就是敢作敢为的人 从来都不赖皮的 那你俩给我解释清楚 说不定是蔚蓝啊 她把我们家的绅士都告诉我们老板了 我们老板本来就跟赵欢音有过节 就把这事给翻出来了呀 对对对 一定是他们老板做的 我见过他们老板 你看就不是什么好的 妈 行 你好 你们的车要发车了 请进站 我们不走了 谢谢啊 好 走吧 小阿姨 我答应你 我先给你们回家 但是你们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这万一是你们老板干的 小琪啊 你马上辞职 你千万不能和这种人在一起工作 你千万不能和这种人在一起工作 还有那兰兰 让他一马上辞职 好 我知道了 走吧 回家啊 慢点啊 那些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不要紧 你接着说 我跟我老公认识有十一年了 我们结婚就九年 孩子三岁了 可到了最后 老公居然出轨了 看 说过多少遍了 要说得真实一点 将一个小三对你造成的切肤之痛 淋漓尽致地真实地表达出来 将一个女人 对小三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 展现出来 你可以哭 哭出来可以吗 好 可以吗 好 继续继续 最难熬的那段时间 我每天躲在卫生间里哭 我 我怕我女儿听到 听到我的哭声 我就算有再多的委屈跟无奈 我也一定要保护好我的女儿 好的 对 这样就对了嘛 这样就有情绪出来 非常好 眼泪这样才有价值 保持这个情绪 待会儿再带着情绪 继续 把大家这个刚才的表演 一直继续下去 延续下去 好吗 我们就这样啊 好 张导 那个记者来了 好 来来来 去旁边先坐一会儿 来 我们在这里先坐一下 先坐一下 你是胡杨 是我 张导找我 有什么合作的好事吗 你就是 赵欢英宴帐门的始作俑者 也谈不上是始作俑者吧 就是有偶然性加必然性 然后我一不小心 就采访到那段新闻了 咱们直问主题 红人网的视频新闻 现在在全市 已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是 董事会呢 决定 擴盘 力争一年内 让红人网进入IPO 现在公司 急需招揽一批 像你们这样的新锐加盟 只要你跳槽到我们的红人网 你的薪金 将是原来的 两倍 薪金是原来的两倍 没错 张导 是我听错了还是您说错了 我们俩都没有错 那我做什么呀 你继续报到赵欢英 申发小三对现代家庭 破坏力的这个社会主题 知道吗 在提升我们点击率的基础之上 同时也给社会一个 解决小三危机的理论出口 咱们是网站 资金比你们杂志 雄火得多 我相信做这种 大背景主题新闻 会比你们公司 会更给力 张导 我很欣赏你的视角 可我个人觉得 以这种个人隐私为题材的社会新闻 它未必是正确的 我个人 倒不是非常乐意做过 张导 有没有可能安排我做别的题材 如果有的话 我可以立马上班 小伙子 我不敢沟通你的观点 社会现象与个人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分割的 做社会新闻 是需要特殊的资源通道的 我们需要的是你的通道 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拒绝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找你的同事小鱼 总之我要告诉你 在新媒体时代 杂志的前途 就像老太太的牙齿所剩不多了 这样吧 那个 你回去呢 好好地考虑一下 然后呢随时给我回复 好吗 开工了开工了啊 录音师 灯光师 走走走走 开工了开工了 来 你们三位请坐 快点 准备一下你们的台词 还有你的情绪 关键是表情 表情一定要饱满 小鸢 妈 慢点 妈 我送送图约啊 太不容易了 终于把你妈哄回家了 谢谢你啊 客气什么 赵慧英的事真的不是你干的吗 咱们姐妹逃 我会骗你吗 再说了 我要真干那什么事 能不告诉你啊 你今天说的汤家司 真的那么毒吗 可不是吗 这么恶心的人 他嫁的男人肯定跟他一个德行 这可不一定啊 那个潘景浩他也是奉命成婚 我看他那样子好像还挺痛苦的 那这种男人就更没价值了 你想想 连自己婚姻都主宰不了的男人 那算是男人吗 不对啊 怎么听出有点碰人心动的感觉呀 你瞎说什么呀 怎么可能呢 我也就是看到那个汤家司 那副可恶的样子 我才有那么一点点这种想法 就那么一点点抱负的心理 他不是老让我背黑锅吗 那我就抢他老公 倒也不是跟他结婚 我就把他的给拆了 我看他在嘚瑟 小琪 说说可以啊 可不能那么做 要是那么做 跟赵慧英有什么区别啊 你怎么老跟潘顶浩在一块啊 我跟他 那就 那就偶遇呗 还能有什么 怎么编约你们俩老偶遇呢 你有点电影里的情节啊 先是偶遇然后外遇 小琪 我可给你做个预警啊 如果不把他从记忆里抹掉 迟早会出大事的 知道吗 行了行了行了 别在这儿猜来猜去的 快走吧 行吧 那我先走了 赶紧回去陪萨阿姨吧 好 走吧 回去吧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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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